10月15日,山东港口渤海湾港集团维方港 荣获中国传集社质量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 碳中和评价证书 证明维方港全港口范围内实现了碳中和 标志着中国首个零碳港口在维方建成 近日,记者前往维方采访了山东省港口集团 维方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孙超 了解零碳港口的具体情况 关于建设零碳港口的初衷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说吧 一方面,我觉得从大背景上来说 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上 对于绿色化和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都非常重视 特别是航运领域呢 也提出来一些新的要求 和新的一些后续的一些推进的方案 作为我们港口来讲的话 我们不仅仅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 也是生态为民建设的重要窗口 更是双碳背景下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重要的阵地 另一方面,从地理区位优势上来说 维方港处于渤海湾的南岸 是维方市以及周边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和临港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 而且维方港整体规模、能耗都比较势重 周边具有丰富的海洋、风电以及光电资源 是进行零碳港口建设的良好的实验田 孙超表示,在零碳港口建设过程中 维方港持续推进能源结构清洁化 走出了一条碳中和与港口滞效提升的双赢之路 我们通过构建风光清多能互补的能源供应系统 来推动维方港的零碳港口建设 主要方面还是风力发电方面 今年9月30号,我们建设的四台单机容量6.7MW的风机 并网成功,实现正式的并网发电 该项目建成之后,可以实现年发电量近7000万度 可以满足我们整个港区年用量3500万度电的使用要求 而且在满足我们自用之后,还可以实现余电上网 与同样发电量的燃煤火电机组相比 每年可以节省标煤2.1万吨 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5.7万吨 减少烟尘排放1.5万吨 另一方面,我们也推进光伏和轻能的利用 在光伏方面,我们建设了装机容量3.3MW的光伏发电项目 也可以实现年发电量360多万度电 在轻能利用方面,我们也是积极响应我们科技部的清净万家的项目 在港内建设了我们自有的加轻站 现在我们加轻站可以满足日加轻能力500公斤 满足我们港内轻能机卡车的使用 如今,维方港多能源供应体系初步搭建完成 形成风光处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结构 正式实现零碳港口2.0 也就是狭义零碳港口 孙超表示,维方港要持续推进完善各项工作 在行业内率先打造 以全物流链绿色低碳发展为特点的零碳港口3.0 也就是广义零碳港口 关于零碳港口建设 我觉得目前我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 后续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去推进和完善 我觉得首先在机械电灯替代方面 我们要持续推进我们港口以及社会车辆的电灯替代 预计到明年年底 我们可以实现我们港内作业车辆的电灯替代工作 在社会车辆替代方面 我们也会持续推进 共同来打造我们维方港的极树运绿色走廊项目 在项目方面 我们后续还会继续推动绿电知青 分布式海水淡化等项目 通过各种项目 不断的提升我们绿电的销纳能力 提升整个港口的综合用能的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